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恋之所以难忘 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多好 而是因为第一次接触到爱 第一次被人爱 第一次去爱一个人 第一次为一个人撕心裂肺的痛 第一次想一个人想到心痛 这种爱的感觉是很纯粹的 在这之后 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 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和事会变多 也会变得复杂 很多时候我们考虑事情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更多的是利益 而不是感情 所以初恋成了白眼光 成了心口的朱砂痣 但这都是以后回想起来的感受 一段感情之所以能够让人念念不忘 不是因为曾经的那个人有多好 而是曾经的自己没有做到更好 所以不甘心 至今留有遗憾 而缺陷美 往往让人难以忘怀 而当时在一起的感受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那第一次谈恋爱是什么体验呢 两个已婚女人说出了实话 一 陈女士 四十岁 结婚八年 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独立的女人 这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关系 因为家里穷 父母从小就教育我 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而我从小看着父母辛苦地挣钱供我读书 也很心疼他们 也很听父母的话 所以从小到大 我都是一个父母眼里的乖女儿 老师眼里的好学生 很少让他们操心 我以为这样的自己是值得骄傲的 所以在大学期间 当被别人表白的时候 我很快就拒绝他了 后来出来工作以后 我认识了志同道合的他 一开始我只是把他当朋友一样相处 但后来发现他很优秀 便被他迷住了 恰好他向我表白就在一起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什么都好 很在意他的想法 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让我联想到自己 现在想起来有点不理智 但那个时候 似乎已经完全变得不像自己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俩相处很愉快 我时常想着 有一天跟他走进婚姻 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两人更好的未来 所以会心甘情愿地 为他做很多事 因为已经把他当作是共度一生的伴侣了 但是我不知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他早已做好了分手的准备 他说我变了 不再是当初刚刚认识的那个我 那个时候我一度很消沉 认为都是自己的问题 总是否定自己没有自信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不是我的问题 只不过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跟我结婚 不过是觉得 跟我在一起挺开心的 但是远远达不到结婚的地步 一旦没有了新鲜感 觉得倦了 就不想再跟我在一起了 我忘不了初恋 不是忘不了那个人 而是忘不了当初为了感情 爱得那么认真 那么纯粹的自己 有时候很心疼他 有时候还会很想念他 我想初恋带给我的是伤害 但是留给我的是成长 初恋于我而言 不是一个人 而是过去 他教会我如何爱自己 他让我懂得只有爱自己 才会遇见那个珍惜你 把你捧在手心里疼的人 一书说 失去的东西 其实从来未曾真正的属于你 也不必惋惜 很多人在婚姻中 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都会想起初恋 觉得当初要是跟对方在一起就好了 事实上 正如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 总有道理一样 那些远去的人 也自有他的道理 两个人的缘分 很多时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 缘距缘散不过是早已注定 既然已经失去 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要做的不是不断地回头看 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往前看 只有这样 才不辜负 当初那个对爱一腔真诚的自己 2.林女士 42岁 结婚15年 我跟我先生是大学同学 也是彼此的初恋 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 说我嫁给了爱情 说实话 别人看到的都是好的一面 其实每一段感情 都是要付出很多去经营的 遇见爱情不容易 经营爱情更难 我跟先生不是一见钟情 是他先追求的我 虽然我对他也有好感 但是我还是坚持 没有马上答应他 大概是觉得他不够真诚 总觉得缺少诚意 而我坚信 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 就不会轻易地放弃 而是会想办法 去证明自己的诚意的 当时我的朋友说过 之所以这样对他 只是不够喜欢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一个男生 说几句好话就信了 就答应对方 那我是有多希望听到 别人对我说好话 然而我并不需要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好 一个人的情感观 跟婚姻观 跟父母的影响 是密不可分的 我承认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母 跟其他的父母不一样 从小父母就鼓励我们 独立思考 要学会欣赏自己 所以我很清楚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也很明白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很明确地跟他说 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不认同我的看法 或者说他做不到 就没有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因为三观不合的人 是很难长久地在一起的 他当时听了以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当时以为 两人不会再有交集 等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 却发现他变了 整个人变得积极上镜 他说希望跟我做朋友 希望能够一起进步 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那个时候我对他的感觉 忽然出现了一些异样 后来我们经常一起上下学 一起研究课题 还会因为分歧而争吵 但最后都会终归于好 直到毕业以后 我俩才在一起 后来我跟他聊过 说自己跟他争吵以后 会想到什么 没想到我跟他都是反省自己 是不是说的太过分 是不是没有考虑过 对方的感受 这时候我们才认定了彼此 也许有人会说 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 有点亏 但是我觉得 感情上亏不亏 不是看次数 而是你是否从中收获了什么 是否懂得了爱 所以你问我 第一次谈恋爱是什么体验 我会说 是他让我学会如何去爱 我们之间是互相成就的 我想 如果一个人能给你这样的感觉 那他就是那个对的人 梁将先生跟钱钟书的爱情 让人动容 更让人羡慕 这样的爱情 不仅仅是互相爱慕的 更是互相成就的 这样的初恋 是最让人心动的 值得一辈子放在心里的 钱钟书对杨将说 没遇到你之前 我没想过结婚 遇见你 结婚这件事 我没想过和别人 第一次触碰爱情 会让人怦然心动 会让人彷徨失措 会让人生出 未曾有过的念想 而这个念想 只能是对方 第一次谈恋爱的体验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感受 因为所遇到的人不一样 结果也就会不一样 但是我想 教会我们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从中体会到 何为爱 如何爱自己 以及如何爱他人 对于那些 不能在一起的初恋 忘不了是人之常情 但也不必纠结于过去 无论是什么理由 都无法回到过去了 人是会随着时间 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无论是你还是他 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把初恋放在心里 是对过去最好的怀念 也是对现在的自己 最起码的尊重 而那些能够走进婚姻的初恋 固然值得羡慕 但是也要懂得 如何去经营爱情和婚姻 才能让感情升华 才能经受住生活的考验 一起相伴到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